政府工廠要精彩 無疑忌 現在連哈密瓜也獎得出來 台北台下新聞黑蘇生是經過兩年的研究 總算是一種高級的水垢 哈密瓜不會用出來 而且每一年可以獎金五次 哈密瓜是一種當天才有的水垢 在日本一顆溫室種的哈密瓜 可以賣到一萬立票 而且台灣因為起後的關係 只有在秋冬才可以獎出來 為了要提升三糧 而且獎金三季 台北台下的蘇生 特別利用地步工廠的概念 將哈密瓜正在全部由電腦控制的卸來 而且利用液體肥料跟LED燈照明 背後出很大顆又很甜的哈密瓜 因為不同植物有不同的光波 我們這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有用很多不同顏色的光 就是有在做實驗的部分 因為我們那個地方是用紅光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是用藍光 然後那邊我們也有用紫光的部分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也有在測試說 像這種植物的話 是要用哪一種波長的光 就是因為不同波長有不同的顏色 對 是要用哪一種顏色 對它是比較好的 目前來講的話 哪一種光波是最好的 目前來講是白光跟藍光是最好的 對於研究的老師標示 地步工程的概念 它用只有素材 如今透過技術的改進 這種高等級的水果也可以選出來 因為它沒有感染沒有病蟲害 所以我們在這裡面是完全沒有榮藥的 然後一般人認為說在溫室裡面 就是說因為光線的關係 然後LED是不是可以達到這樣的一個效果 那根據我們的實驗測試 其實我們用我們的系統 然後所建立出來的這樣的一個光的波長 其實是可以達到跟市面 或者說一般溫室所種出來的那樣的一個品質 比如說我們的蜘蛛的大小 其實大概平均大概是在兩公斤左右 而且糖度大概也有十七八度這樣子 其實是夠的 大雅大學校長的標示 是我們的問題越來越受到消費者的重視 好好保養技術人材 開發不到的農產品可以合作三亞的成績 亞熱帶的溫室跟我們一般韓代 或者是像歐美或者是日本的溫室 其實技術有所不同 所以呢我們針對每一項作物 利用它的這個生長的特性 還有最重要的是 大家過去總覺得這個植物夢工廠 這些利用這些人工的這些光源 好像是這個非常貴的東西 但是大家現在都可以發現 LED的這個產量這個價格 這個非常的這個適合用來做農業的栽種 過去大家可能只適合在裝潢業的裡面 在用的這些部分 其實現在在工廠正是時候 所以現在的整個這個植物夢工廠的造價 其實也是這個在符合這個生產成本裡面 無情好好的幾位這項技術 也將專業給農民 為農產品的未來 帶來新的希望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 台川財鳳報道